习最想干的事 第一件 能和谈 能和平让俄乌成为和平的战争停下来 中方作为调解者 跟俄罗斯跟上海组织 马上推动数字化人民币 和中国的Swift支付系统 那中国的会向俄罗斯 乌克兰 上海组织 中国全面承担重建的费用 中国全面承担 整个是彼得宝邦的经济损失 前提 要用我的钱 用人民币 你看看 习太阳 跟美国的较量下一个战场 从中东欧要到中东 中东完了到非洲 亚洲 东盟已经在我囊下了 是吧 所以这次人民币 俄罗斯宣布人民币 使用人民币支付系统 七哥2017年说的 我告诉大家 你记住 只要共产党不倒 在未来的六个月 二百天以内 会超过十到二十个国家 会加入 甚至更多 所有在亚太行 亚洲建设银行 所有贷款的国家都得加入 你不加入 把你钱给邀回来 是吧 以据我所知 咱已经是达到七八十个国家了 亚投行 亚建行 上核组织 东盟你都得加 你不加咱就完了 不跟你玩了 然后加入以后是多少个国家呢 七八十个国家 甚至到一百个国家 这一百个国家加入到人民币支付的话 会最起码 有十国二十国 脱离美元 就原来跟随美元的脱离美元 改成一揽的货币计划 一揽的货币计划就是 既有俄币啊 也有日元啊 也有这个人民币啊 可能就不跟随一美元了 这对美国是致命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